各位同学好,我是凌文老师 在这么舒服的音乐伴奏下 我们来看看这个历届考题 这个是属于调查员的题库 因为有同学询问 我就抓几题来为各同学做一个讲解 我们看题目第六题吧 There were no...on the table 我们丢到我们的Google翻译去 各位就在右手边可以大概看到中文 我们来调整一下画面 让各位同学学习会比较更清楚一点点 首先这边很多重要的单词 桌上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他就说吃的时候就基本上用手吃了 所以最简单的说法没有餐具 对不对 这边有四个小单词 有Umpire,有Usher,还有再加上Utencil 一定加上Grocery 其实这些都是重要的单词 但为什么很多同学单词背不熟 其实当然很简单 背单词需要大量的背后的笔记工作 你才会背的比较熟 来我们在荧幕上来看看这几个重要的单词 我们先来看Umpire之前 你先听一个发音听听看Empire Empire在英文是帝国 帝国有这么多词类变化 Empire,Imperial跟Emperor 所以这是重要的地方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Umpire这个单词 Umpire Umpire这个字它就叫裁判 可讲到裁判你可能听过judge 甚至还有另外一个字也可以当裁判 R E F E 包括这个字吧 它其中在做一个变化加个E就是裁判 我们在荧幕上来看看这个字典上提供的线索 哎呀出入太多单词了 R E F E R E E 这个字很特别 通常加E的时候都是一个重音所在的位置 在荧幕上我们听听看它的发音 Referee 裁判各位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讲的裁判有几个单子的 好多对不对 有Umpire 有judge 有Referee 这就是背单子的重点在这边 另外我们来看到有个单子叫usher usher这个ush也是非常的特别 这个字代表婴儿的意思 我们一定要加个戒指印 所以你没有背单子是很痛苦的 背单子就要花时间整理 再看这个叫utensile utensile其实不算太难 这个字就是餐具的意思 在荧幕上我看这个怎么出现 有 不过你们可能随便背这个单子 vessel叫船血管器名 代表这个字也有跟容器有关的 你看这边叫glass vessel 那就代表你背单子的时候 必须群组群组单子来背 不然效果非常的不好 最后一个单词也是很简单的 grocer是杂货商 grocer是杂货常用复苏型 利用老师讲解让各位同学知道 背每个单子后面都是要非常大的付出 不然你会觉得背个单子过程背不起来 这种事情就是背不起来 它需要大量的学习 你深度学习才能背的长久 感兴趣找林文老师 拜拜